今后的火在天地时 你当了卫熙弃绢就死人 卫熙记得那年在跆拳比赛上为你欢呼的声音 也记得你秒杀对手的音质 家人队友还有的声声呼唤 都是为了唤醒在桃园近棚工厂大火中 和死神跋河的咏霄林卫熙 但昨天晚间九点 林卫熙因持续昏迷脑部缺氧 造成的伤害相当严重且不可逆 院方在经过两次评断后 正式宣告死亡 你沉沉地睡着 我静静看着你的容貌 林卫熙出生在异校世家 近站消防课毕业后就到凭证分队服务 母亲更在忍书发文 希望儿子快点醒来 有好多理想梦想等着她去实现 但大家的极其祝福 依旧没把林卫熙留住 昨天晚间 林卫熙进行弃绢移植手术 捐出心脏 肝脏 血管 眼角膜 渴望将有四个家庭因此受贿 欲火凤凰 振翅飞向天 也一爱人间